人是有慾望,人因為有慾望才會求生存 你需要有東西才會生存下去 這當然是好的,慾望當然是好的 可是我們現在如果完全走西方的資本主義 那就是在放縱慾望,它是過度的 它鼓勵過度的慾望 所以問題就是拿捏你的慾望要滿足到什麼地步 對不對 所以你看上個世紀就很明顯 西方的藝術家為了要創作,為了要吃麻啡,吃大麻,吃什麼 吃迷幻藥 在他們的社會來講,那是正常,為什麼? 因為人的感光,既然可以用藥物刺激,可以發揮更多的方法 為什麼不做? 對不對,這就是他們的邏輯 西方也是不可以吃乳品的吧? 沒有,你不知道最近,美國有幾個州大麻已經解放了嗎? 至少毒品是不行的 毒品是因為它的壞作用是立刻而且明顯的 香菸你看抵抗了多久 香菸的壞處,要所有的醫院都不斷地提出警告 所有的數據都說香菸是有問題的 才花了多少年的時間還慢慢慢慢的進訣 現在還不是進訣 現在是你要抽的人,你自己找個地方抽 並沒有進訣 對不對? 那毒品不是嗎? 毒品你一吃下去,沒多久你就屌屌了 然後你就什麼都不做 你就只幹壞事 西方為了這個滿足慾望這件事情 提出很多想法,提出很多做法 他們包括什麼?包括奢華是對社會有幫助的 為什麼?因為有錢人奢華才會創造就業機會 窮人才有錢可以賺 所以我們要鼓勵奢華 要把標準弄高 所以你看他們為什麼要創造那麼多的品牌出來 要標榜那個品牌的這個崇高性、奢華 對不對?所以你做了一個全世界最好的汽車 競賽車出來了以後 有錢的人可以買 有了那個車,maintainance需不需要? 要啊,你就養個工人 對不對? 然後你為了要使他方形更好,你要養了一輩工人士 所以為了要讓欲望能夠充分的發揮 然後去刺激經濟 我們奢華都有一套理論 那現在能走回頭路嗎? 這不是走回頭路的,不走回頭路 你到最後你必須集體的去討論我們這個世界 我們還能不能夠這樣生活 這最明顯的一件事情吧 你中國大陸13億的人 如果所有的人耗能都像美國人這樣耗能 全世界就掛了 不用等待第二個國家 還有一個印度人 也將近12億啊 中國再加上印度如果耗能的方式都像美國人耗 不要講啊 自己享受,別人可以享受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本質 地球是大家的 但是問題是美國並沒有藥 你看京都印定書美國抗拒了多久 京都印定書就是在那邊限制能源的使用 美國多少年都是回 都是把它拒絕 從來不簽訂京都印定書 是因為被逼急了 他才開始去年還是前年那一次 他才開始又回應 對不對 那你看中國現在 中國現在開始 社會開始繁榮 大家開始在用油冷 炮火全部都集中中國 中國想辦法把炮火引到中國去 中國是靠電量最多的 中國是耗食油最多的 全部都擠到中國去 就是轉移炮 所以不要開玩笑 我跟你講這個世界 所有的國家都是自私的 那如果是這樣就沒有解了嗎 那如果是這樣就沒有解了嗎 那沒解 沒解還是要慢慢從觀念來趕 所以就是靠教練 你有沒有解要先去誤美國人 別的國家是窮到 你沒有當好像他那麼奢華 第一個要誤美國人 你們不願意放低你們的享受嗎 我剛剛講一件事情 很多人都不以為了 你看看去年公告 美國的平均收入 每一個人的生產率是 每一個人耶 包括嬰兒平均人數耶 五萬塊美元 結果他們搞出了一個經濟危機以後 現在還在說什麼 我們的經濟快要崩潰了 哪有這種國家 他的收入已經是全世界最高了 他還要拼命擴張 那種邪惡國家 所以源自於他的國民不知道愛惜地權 然後我是最有道德的 我擁有人類最好的人權 是民主的棒球 我從來不信 那種邪惡國家 你怎麼跟中國大陸一樣 不是 不是啊 你就是想全球的環境 從環境來考慮 現在污染全球最厲害的 就是工業平衡 那中國現在快要走上他們 那中國一旦走上去 全球都走 對不對 我並不是跟他們掛鉤的 我講的是說 純粹從我們生存環境來看 是